大家下午好 然后非常感谢大家下午在这个点还能再来听我的演讲 然后我是Key 我是Link的Brand Director 然后主要负责的工作是Link的全球推广 以及线上线下运营活动 然后今天我 等一下 今天我演讲的主题是那个AI加Blockchain 然后富能创作的经济 首先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Link 然后Link是一个Web3的组建和协议 你只需要使用你的内容的URL就可以制造成NFT 并且上链进行售卖和分享 然后我们Link也集成了AI 然后AI可以辅助你分析你的内容 并把分析你的内容并生成你内容的description title这些东西 然后并且进行健全 然后另外一个function就是我们的AI也是你的一个小助手 可以辅助你的内容的创作 然后那个Link 就是Web3和Blockchain它是怎么富能创作的经济的呢 首先我们来定义一下什么是创作的经济 在整个的创作的经济的流转当中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第一个就是creator 然后还有就是他们的粉丝 我们称之为audience 然后在这连接他们两个之中的是curator 我们称之为策展人 在整个的经济的流转当中 这三个角色缺一不可 像传统的creator 他们有artists musicians 或者是现在的一些网红经济当中的KOL influencers 他们需要策展人去给他们分发他们的内容 或者是生产或者是编辑 然后从他们的粉丝当中赚取盈利 他们有了这个盈利之后 会和creator进行利润的分成 还有分配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 还有互联网的发展 在今天我们看到的整个的创作的经济的形态 已经有了明显的一些变化 因为产生了非常多的问题 就拿那个现在的一些平台的经济来说 我们俗称为网红经济 他们其实很多都是掌握在大平台的手中 比如说上YouTube 还有那个推特 还有那个TikTok 我们发现 调查发现 就是目前在整个的创作的经济当中 有以下的三个问题 就是头部效应非常严重 基本上5%的头部的网红 拥有了95%的income 这其实就给下游的一些 就是content creator的空间非常少 而且因为他们能够赚取非常多的利润 所以说其实平台的算法也会更倾向于把流量推给他们 然后还有就是他们的利润分配不均的问题 在传统的这种平台所掌握的网红经济 或者是平台经济当中 其实很大一部分的盈利是给了平台方 然后给到 给到那个就是 content creator的盈利是非常少的 更不用说在一些传统的像电影发行这种 这种传统的行业当中 其实给到创作者的利润也是非常少的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其实创作者他们其实不能决定 他们的内容是否能够被post上去 因为这是被平台方所掌控的 他们有自己的平台方面的规则 然后还有他们的ownership 也是其实不是掌握在创作者自己的手中 比如说像如果一个平台它运营不下去了之后 其实创作者它是没有权利拿回自己的 在这个平台上面的资产 所以说随着平台的消失 他们自己的资产也就消失了 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一个新的时代 因为现在我们有AI的出现 也有blockchain的发展 随着去年ChatGDP的launch 我们看到了一个更新的 在web3的对于创作者生态 或者创作者经济的一个更大的可能性 那么AI它是有这几个特点来支持 整个创作的经济的发展的 首先第一个 AI可以辅助创作者去创作他们的内容 相当于就是AI可以作为创作者的一个助手 比如说ChatGDP的文身文 然后那个Mead Journey的文身图 那么他们就是在支持创作者的一个创作 还有在创作者和他的粉丝之间 其实AI也可以通过他们的 preference进行推荐 然后AI其实还有一个健全的过程 它会保护它的创作者 就是原创的一个intellectual property 然后这些年我们大家都是在区块链 或者是web3里面的从业者 那我们也看到了整个的blockchain的一个发展 然后随着它的发展 其实infrastructure也慢慢地在走向成熟 那对于整个的应用层的话 其实我们也在不断地壮大 所以说blockchain其实也是在促进了 整个创作的经济和创作的生态的一个发展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内容 tokenize 化之后赚取收益 像NFT 如果你设置了NFT的版税 那么其实你可以从这个NFT当中 获取持续不断地收益的 还有因为blockchain它是那个trustless 然后真实的不可创改的 那么就是说在整个的链上的数据 它是可以追溯的 然后其实是可以通过blockchain 去确认你的内容的一个版权的 然后再因为blockchain上面的数据 其实就是你自己的真实的数据 然后我们也发现就是在组成AI的三个重要的元素 就是data 还有就是模型和算力 其实大家也知道 就是模型和算力现在基本上已经被垄断了 那么对于我们创作者来说 我们只能从自己的data当中去获取利益 或者是它才是属于我们真正的资产 然后其实就是说如果你的data和你的内容保存在blockchain上面 那它就是真正的属于你的资产 你可以用你的data去train你的自己的一个AI 然后这是属于你自己的AI 所以说其实blockchain它给我们的 就是AI提供了一个自我托管内容的一个场景 然后因为blockchain它是去中心化的永久存储 所以说它可能可以很好的给我们提供一个场所 去储存我们的整个的内容 而且是永久储存 那么随着这样的一个发展 就是AI和区块链的一个发展 让我们的创作的经济有了一个新的可能 然后也能够改变现在所拥有的一些现 现在所出现的一些现状 然后在web3当中 我们发现其实我们可以把创作者称为一个super individuals 就是它自己就可以是一个公司 它可以使用生成式AI 还有区块链的技术 还有loyalty费去获取持续不断的收益 它可以用自己的data去train属于自己的AI 然后它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AI 去辅助它完成各种各样的工作 并且成本是比真正比人力成本是要低很多的 但是它获取的盈利可能是非常多的 那么所以就是说 所以说其实在web3这样一个创作者经济的 在web3的中的创作的经济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其实是从一个平台经济 转向了一个非常强的社区驱动的一个创作的经济 那么我们link在就是驱动整个创作的经济的发展当中 扮演了怎么样的一个角色呢 我们link其中有四个非常核心的技术 就这几天大家也对link非常感兴趣啊 就我一直都在不停地讲这四个技术 然后那个就是第一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我们的AI CopyLot 然后它会帮助你去分析你的内容 并且帮你的内容进行健全 然后还有就是它有一个CopyLot的功能 相当于是你的助手 去辅助你拉近你和你粉丝之间的距离 还有我们的NFT是动态可升级的NFT 你可以进行你的那个内容的版本的管理 比如说你在Notion里面你改了一些内容 但是它就是可以同时的同步到你的NFT上面去 然后你可以进行你的这个内容的版本的一个管理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是decentralized的accessible control 如果你turn on了这个accessible control的话 就是你的粉丝必须要购买你的NFT之后才能进行 才能获取里面的内容 然后后续的话我们会推出订阅功能 就是这个accessible control的功能的话 它也很好的为后面我们的订阅功能得到一个很好的辅助 然后刚刚也我也讲过就是我们会进行就是永久的存储 然后现在的话我们是储存在RWave上面 然后这是我们的DNFT的一个展示 现在的话因为我们是也是想往多链 支持多链的方向去发展 然后我们现在在我们前端你可以发现 其实是只支持那个以太坊和Polygon的 但是我们也想接入波卡生态 所以说我们也在波卡上面进行了合约的部署 然后那个其实我们Engineer提供了两个解决方案 第一个是build on Moonbeam 第二个是set up a parachain based on substrate framework 但是我们发现好像用第一个会更简单的预点去接入整个生态 所以后面我们就选择在Moonbeam上面部署 然后这是我们的合约地址 后面的话我们会更加急地开发我们前端的一个展示 就是对于波卡那个生态的 然后我们有三个类型的target user 第一个是non-open platform creators 这个方面是指向notion 飞个马这样的里面的一些creators 他们可能会售卖他们的一些framework 然后对于传统的售卖过程来讲 他们会可能会去很多的平台去分发他们的内容 然后进行一个 进行一个他们的内容的经济的流转 但是这个是非常繁琐的一个过程 如果他们直接在我们的我们link上面铸造 并且进行分发售卖的话 其实他可以直接就把他的framework卖给他 就是他的粉丝了 还有就是像一些公开平台 或者具有强社交属性的平台的一些content creators 比如说像推特或者是YouTube 或者是TikTok上面的content creators 如果他们有创作 可以直接把他们的内容在我们上面mint 并取mint成nft 然后并且获取收益 然后我们也会给b端用b端客户提供他们定制的服务 会根据他们的需求或者商链 或者是他们对版权的一个需求的话 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些定制化的服务 目前的话我们在就是对于 有一个b端的客户在合作 就是如意影业 如意影业的话 他其实拍了蛮多的电影 比如说像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 像李浩 李幻音 然后我们现在的话是把他们的电影上链 然后给他们提供一个 enchant copyright 的一个管理的一个解决方案 到我们link的官网上面的话 现在也有很多创作者在进行创作 然后的话大家上去的话 其实在我们的发现页 可以发现很多优秀的创作者 我们link 是一个比较新的项目 是从去年11月开始的 然后我们是2月底3月的时候 launch 了我们的第一个版本 然后当天launch 就在 product hunt 上面 获得了那个 daily number one 然后这几个月我们也在线下做了一些活动 然后整个的社区也遍布了全球 6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和刚刚讲的那个如意 有了一些就是B端的合作 然后以上就是我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 可以关注一下我们link的那个推特 还有我们的discord 然后我们这个月底的话有一个 就是在香港有一个face to face的一个event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散码报名 因为这是一个那个闭门会议 然后名额有限 所以大家如果想参加的话 就请大家踊跃地报名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聆听我的演讲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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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